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华人的心灵导师卢君洪台长 二十年如一日 无常望我救度众生 以中华文化与佛法智慧 点化全世界一千万众生 破迷开悟 离苦得乐 近年来 卢君洪台长的弘法足迹 遍及全球一百二十个国家与地区 将中华文化与佛法的和平理念推广至国际社会 不仅获得授予意大利名校西安娜大学荣誉课作教授 国际佛教大学荣誉教授 英国西苏格兰大学佛学与哲学讲师 马来西亚拿督终身荣誉爵位 澳大利亚太平绅士 并在联合国 美国国会 德国柏林 美国宽容博物馆等地举办的世界和平会议上 多次获得世界和平大使殊荣 卢君洪台长还荣誉入选 二零一四中国人物年建 并于二零一五年九月 应联合国大会主席邀请 在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大会 和平文化高峰论坛 二零一八年五月 卢台长在英国国会获得授予 世界宗教和平大使 世界杰出慈善大使 今年五月 应邀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魏塞节庆典并做主题发言 使佛法精髓与和平理念 走向世界 今日有缘 我们相聚在新西兰 感恩观世音菩萨 慈悲成全殊胜姓缘 卢君洪台长 以无限慈悲之心 无畏菩萨之行 践行着广度众生的 红世大愿 今日拜师成为观世音菩萨的弟子 师父在天上 为我们摘下一朵莲花 我们心灵法门的弟子 更应该以师父为榜样 自度度他 无私忘我 将心灵法门的佛法之光 心火相传 让更多有缘众生 登上观世音菩萨的法传 慈行普度 共振菩萨 卢君洪台长 不辞辛劳 心系众生 在辛苦的拜师仪式之后 顾不上休息 仍然坚持要为我们现场开示 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恭请尊敬的卢君洪台长 这两天开心吗 饭还可以吗 你们开心 我也开心 莲花朵朵静开放 慈悲喜舍寄心上 断恶修善 成吉祥 仪式修成 上慈行 师父每次讲的这些祭语 还好听不了 谢谢大家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菩萨 隆天护法 感恩各位嘉宾 还有法师 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 义工们 大家好 今天呢 又有近三百名弟子呢 皈依了佛门 拥有了天上的莲花 学佛呢 就是以众生之心 为己心 无我利他 用慈悲感化众生 才能让人间成为一片心灵净土啊 这个天灾人祸不断 最近美国加州呢 大火呢 致使二十万人呢 流离失所 澳洲的山火呢 已经烧死了上百只 那个树带熊 使悉尼的空气呢 达到非常的危险的境地 人呢 往往执着于一个 这个虚幻的假我 看不破人生的苦空无常 在得失的欲望当中呢 人会产生着哀伤喜乐 在五欲六成当中呢 产生颠倒梦想 所以很多事情呢 人就是这样的 得不到了 他就乱想了 恨了 他又乱想了 做错事情 他又乱想了 所以一个人会产生颠倒梦想 在新西兰 一名二十二岁的女子 叫切尔西凯尔 因父亲四年前 他患有罕见的脑病过失 因为现在医学上 有很多的病 他没有办法医治的 没有看见过 没有碰到过 痛苦不堪 他自己啊 看到父亲这个样啊 而且父亲过世之后呢 他两次自杀未遂 结婚之后呢 他自己呢 也被诊断出 与父亲和父亲患有同样的绝症 这下子 他心里的防线彻底被崩溃了 最后他吊死在自己家的后花园里 所以 这就是我们的心里怎么样来调节的问题 所以人很多事情没有经历过 一旦经历的时候 人就会崩溃 浙江长山县有一个老伯伯 他为了让二十八岁的儿子强生健体 专门捕杀有毒的五部蛇 他解剖出蛇胆 给儿子生吃 导致儿子突发癫痫 去医院检查材质 儿子的脑子里组织 就是脑组织啊 已经被这个寄生虫 镂空了 全部吃掉了 造成了不可逆转的损伤 所以 我们人生有太多的错误的观念 以为这是好的 以为那是好的 补脑子的 实际上让我们走错了人生的方向 我举个简单例子 你们谈恋爱 总是希望 你要对我好 我才对你好 你不对我好 我就不对你好 其实都是错误的 人生应该先付出啊 先付出先得呀 现在很多人 你不对我好 凭什么我对你好 这就是错误的观念 有的人走错的路 所以造成了终生的遗憾 人只有经历痛苦的烦恼 才会更加的珍惜现在 所以学佛人要离向 什么叫离向啊 不要执着呀 哎呦 他是我的朋友了 哎呦 他是谁了 你们看你们很多出事的人 都是出事在朋友身上 还有很多人呢 哎呦 他是我的孩子 结果被孩子所害也有 他是我的父母亲 父母亲害孩子没有啊 全部都有 其实都是个冤结了 所以希望大家离向 所以金刚经说 凡所有相 基属虚妄 只要你看到的东西 它都是虚妄的 你们现在看见的人的感情啊 一切啊 全是虚的 因为有利益了 因为你是我的孩子 所以有利益关系在里边 所以我对你好 所以菩萨让我们破除这个我相 就是不要看到这个人是怎么回事 你应该拥有慈悲心去帮助他 去劝导他 去解决他 所以戒甲修真非常重要 要破除分别执着 分别执着是什么 就是人的分别性呀 哎呦 这个人有钱了 就对你特别好 哎呦 这个人长得好看了 我就对他好看一点 所以不能这样的 要正念长存的人 才能福慧双修 你对谁都是一样 这个人有福气 你对所有的人 都是用菩萨的智慧来对待他 你一定能够双修 你会拥有菩萨的慈悲和般若智慧 在湖北有个74岁的潘兰英老 老妈妈 她腰部受伤 动过大手术之后呢 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她不能做不能战 医生呢 断定一两年之后一定会瘫痪 她痛不欲生 活不下去的老妈妈 在遇到心灵访门之后 她念经许愿放生 学习白话婆法 两年下来 现在活动自如 能做能战 而且家里好事连连 大孙子事业顺利 三孙子考上了昆斯兰大学 自己脾气也好了 家庭也和睦了 夫妻共修 改变了全家的命运 所以师父告诉你们 只要正修实修 观思音菩萨 一定是有求必应 大家要记住师父一句话 人生不是真来的 也不是抢来的 那是随缘而来的 所以很多人去跟人家 争啊抢啊 没有意思 要看得破放得下 圆满的人生 要靠你内心的圆容 能够圆容 就是能够包容 如果一个人 能够经常包容别人 那这个人呢 他就不一样 经常能够原谅别人 哎呀他做错 我也会做错的 你不生气了 那你就会得到 更多的法喜 所以慈悲众生 要学会广结善缘 想想看 你们现在已经结 这么多善缘了 然后呢 把握当下 精进修行 超脱自我 超脱自我就是 想别人多过自己 你就能超脱自我 所以一个人 脑子里都是想别人 你这个人呢 就是我 所以希望大家 满脑子都是众生 想自己少一点 你会发起在众生的莲花之中 我们人生的生命非常有限 我们获得无限的智慧和能量 才能成为一个人间的菩萨 所以今天呢 发喜充满 有一个青年呢 总是非常的落魄 他不得智 那有人呢 就向他推荐一位智者 智者实际上就是大德了 一般是大德了 智者呢 沉思了良久 突然呢 默然呢 那个拿起一个瓢啊 就是捆了一个水 就问他 你知道这个水是什么形状吗 这人摇摇头 说 哎呀 这个水有什么形状啊 智者呢 就把这个水呢 倒入了水杯子里 这人恍然 哦 我知道了 水原来像杯子 智者呢 又把这个杯子的水呢 倒入了旁边的花瓶里 这人又悟到 哦 水的形状像花瓶 智者摇摇头 轻轻地端起花瓶 把水啊 咚咚咚咚咚咚啊 全部倒到了沙土的泥土里面去 一个盆 轻轻的水呢 一下子融入了沙土 不见了 这时候这个年轻人陷入了沉思 智者呢 弯腰呢 去拿起一把 刚刚被水倒过的沙土说 看 水就这么消失了 这就是人的一生了 青年人说 哦 这个老师我知道了 您是通过水告诉我 社会处处 像一个规则的容器 把你放在哪里 你就要像 他一样 在好好的在做这些事情 是不是人应该像水一样 沉浸什么容器 就要变成什么形状 而且人很可能 会在一个规则的容器当中 慢慢地消失 他的意思就是说 比方说人 就应该慢慢地一步一步走了 结婚了 生孩子了 找工作了 一切一切 到了最后我们死亡了 就是这样 像水一样消失得非常的迅速 因为这个人间的一切 来的都是特别地突然 一切都无法改变 这个智者呢 这个跟他这么讲 是这样又不是这样 说吧 这个智者呢就走出门了 那这个青年人就跟着他后面 在屋檐下呢 智者呢 手呢 在青石板的台阶上呢 摸了一会儿 这个青年人呢 也把手指呢 伸向 刚才这位智者摸的青石板上 感到有一个凹进去的凹处 智者说 一到下雨天 雨水就会从屋檐下落下 你看这个凹处 就是雨水落下的结果 这时候这个青年人才大悟说 哎呀 我明白了 其实人可以被装入 规则的容器 但又应该像这小小的水滴 改变这坚硬的青石板 直到改变容器 这个智者说 对 滴水穿石的去改变我们的人生 我们人在人间 很多事情我们没办法改变 但是你要想改变它 你就要有坚强的意志 我天天做一点 你终有一天会改变 人生如水 有的时候是拿自己跟别人相比 我们人一比人 那就会产生傲慢或者产生自卑 每个人都要改变的 努力改变的环境 实现无我 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要适应环境 还要改变环境 碰到任何的环境 你尽量地去适应它 圆容它 但是必要的时候 要弯一弯 转一转 因为太坚硬的 都容易折断 所以我们做人要用妙法 大家想一想 当年佛陀想去度一个老妈妈 因为佛陀看因果 知道他跟这个老妈妈的关系 前世并不是太有这种缘分 所以他就让阿难前去 度化这个老妈妈 这就叫人间修行 我们不要怕坚硬 而是要用自己慈悲的心 和随缘的心 宽容的心 去改变困难 改变人心 战胜自己 周围更多的烦恼和障碍 所以我们学博人要随缘 不管在人间有多大的烦恼 要用妙法去改变它 想一想 人都会改变的 没有一个人可以从小到大 没有改变 所以他的形象在改变 他的内心也在改变 而我们去改变这个社会 要随缘不变 不变随缘 有一个老婆 她很爱打扮 有一天冲着她老公说 老公啊 你看我这件衣服穿在身上 好看吗 你看老公没讲话 你夸夸我呀 老公在结婚之前天天夸他的 现在呢 结了婚这么长时间了 老公不想夸他 这老公呢 正好这天呢 单位里也有点烦的事情 心里不高兴 看看他 一句话不讲 老婆有点生气了 以前你整天夸我的 不管怎么样 你现在敷衍几句也好啊 你怎么现在连敷衍几句都不可以了 这老公啊 非常随缘地说 随你怎么想吧 我只是觉得我自己现在根本不配跟仙女讲话 你看看 矛盾解决了吧 人生有的时候一句话就改变了气场了 本来要吵起来了 一句话 一句话 一个意思一转变 所以人要懂得怎么来转化矛盾 而不是去激化矛盾 现在有的人就喜欢激化矛盾 人生的缺陷就是拿自己去跟别人相比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 所以不必拿自己的优点去比别人的缺点 也不要拿别人的优点来比自己的缺点 一个会产生自卑 一个会产生功高我慢 所以不要拿别人的优点比 和缺点比 这样你就会每一天不会迷失自己 很多人一辈子就是看别人怎么做 自己怎么做 这样的话呢 你就会痛苦万分 有的人看见别人中六合彩了 就痛苦了 有的人看见人家有钱买得起了 自己买不起 你跟财富比了 你又会难过 而且会使你堕落 人的烦恼担心痛苦 其实是自我内心的一种评判 人的天职是什么 答案很简单 好好地把你自己做好吧 所以做人首先要做自己 你要认清自己 你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 你都不知道你自己吃几斤几两 你怎么能够帮助自己 你也不知道怎么帮助别人 所以要拥有自己人生的价值 这就是佛法界的自度度人 有个女儿 有个女儿扶着双目失明的父亲来到了一家面馆 大声地说 服务员来两碗香菇素鸡面 店员正准备开票 女儿又突然摇摇手指了指 父亲小声地说 因为爸爸看不见的嘛 只给我来一碗香菇素鸡面就可以了 另外一碗给我来一碗阳春面 大家知道阳春面是什么吗 这是光面了 这好听呀 听得懂了 阳春的 就是白面条呀 听懂了 然后呢 这个店员呢 很会议 知道呢 这个女孩子很节约 没有什么钱 但是又想孝敬父亲 知道父亲呢 一碗肯定不肯吃的 所以呢 就将两碗面呢 端到他们面前 这个父亲呢 眼睛看不见 这个摸摸缩缩地把筷子呢 在碗里呢 探索着 好不容易加住一块素鸡 连忙把这个素鸡呢 就加到女儿的碗里 虽然都是两碗素鸡面 它要加过去 其实女儿碗里是个阳春面 但是女儿呢 没有阻止夫妻的行为 只是默不作声地 偷偷地呢 把父亲加来的素鸡呢 又加回去 这样呢 这个一直没有声音地 把素鸡片来回地 加回到父亲的碗中 来回几次啊 父亲觉得碗中 怎么素鸡加不完的了 好像永远加不完的 父亲就感叹了说 哎呀 这个饭店真厚到 面里面有这么多的素鸡片了 店员呢 看到这个被感动了 少少的几片素鸡 取脂可数的素鸡 女儿就是赶紧就说 爸 您快吃吧 我的碗里还有好几块呢 店主看到了这一幕啊 心头啊 一劲 赶紧进厨房 端来一盘 卤味素鸡 送到他们桌子上 对着疑惑的女儿说 今天是本店周年店庆 这是送给你们的 女儿笑了一笑 加起几片的 素鸡片的 放进了父亲碗里 他们走后呢 店员收碗的时候 突然叫起来 她说 哎呦 这碗下有钱呢 原来这个女儿 在碗里加了几张纸币 那树母正好是 价目表上一盘 鲁味树鸡的价格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人要孝顺 我们人更要懂得诚信 真诚对别人 因为诚信是对事对人的 一种尊重 没忘记吗 所以你们看 你们的掌声就代表 你们心中富有正能量 一个人有良心的人 他就会鼓掌 一个人有良心就知道 什么事情该做 什么事情不能做 肮脏的欺负别人 占人家便宜的事情 就不能去做 不应该在自己心中 留下那种不好的阴影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就是说 得黄金百金 不如得既步一落 过去在史记里面 有个典故 就是说 得黄金一百金 还不如得到既步一落 那么在古时候 有一个叫既步 他说这个人呢 言而有幸 是在全国出了名了 只要他答应过的事情 不惜万难 他也要做到 他的承诺 所有的人都说 比金子更要值钱 只可惜 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 坚守承诺的人 越来越少了 所以中国传统文化 就是要提倡人的诚信 那个现代人在酒桌上 总是高谈扩论 一会儿说自己的项目 有几千万了 一会儿说自己认识的 哪个名人的大款了 有什么事情要帮忙啊 尽管跟我说 你如果真的去找他帮忙呢 他拍拍胸脯 满口答应 让你放心 结果你眼巴巴的 等了好多年 或者好几个月 你也送了不少 什么事情 他却事后反悔 让你空欢喜一场 还有的人 借钱的时候说 发了工资一定还你 后来他就不提这个事情了 你不好意思提 他就忘记了 你帮了他的忙 他说改天 一定请你吃大餐 你等啊等啊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大家为什么这么喜欢 听师父演讲 因为我讲的都是 人生现实的问题 这是要解决 人的心理问题 这是人现在的风气问题 这些看起来 都像一个小事情 但日积月累下来 你会慢慢地透支 你的个人的信誉的 别人会看不起你的 所以我们学博人 不撒谎 不吹牛 如果你是一个 满口谎言的人 你们要记住师父一句话 你终会被别人遗忘的 我们做人不能承诺过 什么事情就忘记 如果你不能承诺 你就一开始就不要去答应别人 如果誓言可以随便被你自己打破 那你这个人就不值得别人的信任 所以中华传统文化说 若不轻许 故我不负人 若不轻信 故人不负我 这个意思就是告诉你们 不要轻信任 不要轻易地去许若 所以你永远不会对不起别人 若不轻信 如果别人许了若的人 你不要去完全去马上相信他 故人不负我 也就是说 别人不会对不起你呀 有一个张先生 整天求财 法师呢 让他好好的 先好好修心 他到庙里去 法师说 你先修心吧 不要求财了 他说 法师啊 我太穷了 我要求菩萨给我啊 第一个礼拜呢 他就向菩萨祈求说 尊敬的菩萨 让我中彩票吧 没戏 第二个礼拜 张先生又到庙里向菩萨祈求 菩萨 这个星期的彩票很大 你让我中彩票吧 我一定好好修行 没有 第三个礼拜 张先生还是没有好好修行 但是呢 他又一次向菩萨祈求 菩萨求求你呀 亲爱的菩萨 你让我中中彩票吧 突然 有一个声音从庙里的房顶传出来 跟他讲 张先生 请您先去买一张彩票好吗 这个笑话 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人在求菩萨的时候 我们先要有行动啊 如果你没有行动 你怎么求也求不到啊 你今天彩票都没买 你怎么求得到彩票呢 你今天没有跟观世音菩萨 好好地许愿 放生念经 落实到你的行动上 你怎么求都求不到的呀 这就叫道理 所以我们人不要轻易地许诺 但是也不可以没有誓言 记住了 轻易许诺的人 那是不尊重别人 想尊重自己 就要实实在在地去做 去行 这样你才会被别人信任 同时我们做人 也要宜人不交 交人不移 也就是说 我今天跟你做朋友 我不怀疑你 等到哪一天 我怀疑你不是个好人了 我就不跟你交这个朋友 所以任何学博人都要懂得 怀疑别人的人 你不会交到真正的好朋友 但是轻易许诺 而不执行 你就会失去很多的人 还有很多的成功机会 这个台长在节目当中呢 有一个听众打进电话来 打进电话来 他呢 请台长看图堂 问他的节 台长看出他已经过了一个小节 问他有没有撞过 他说哎呀 车被撞过 刮过了 台长还看出 另一位女士的腰不好 肠胃不舒服 请大家听下录音 谢谢大家 师傅好 帮我看一下 八七年的兔子 今天有节 好 你已经有过一个小节了 撞过吗 车 车撞过 撞过吗 车撞过 一个节啊 对对对 师傅你说的太对了 车真是被刮 我撞了 你这个人没脑子的 人家说什么 你都搞不清楚的 是 师傅说的太对了 师傅 所以你要有智慧 多念心经 好的好的 师傅 师傅 你再帮我看一个 1971年的 属猪的 女的 她的腰不好 腰 对对对 师傅你说的太对了 对对对 肠胃也不好 肠胃也不舒服 对对 她最近就是不舒服 对对对 太对了 她脾气比较急 你听得懂吗 对对对 她就是很急 脾气急 看就看出 太对了 反正师傅 谢谢 在1811年的一天 英国有个女孩 叫玛丽 来到多塞特军海边玩耍 她在沙滩呢 偶然发现一块 普通的化石 便以23英镑 卖给了一位游客 这小女孩 看这个化石 非常的漂亮 但是她不知道 卖给23块钱 英镑很便宜的 游客呢 付完钱之后呢 居然这个人是懂的 他开心地说 哇 这块石头啊 他付了钱再说道 可是两亿年前的鱼龙化石啊 价值连城啊 我真是捡了个大便宜了 周围的人都为玛丽 吃了个大亏而惋惜 可他没有说话 默默地走开了 从那个之后 玛丽开始潜心学习 古生物学 地质学 一有时间呢 他就来到那片海岸 在沙地里再找寻 日子一天天过去 乡亲们都知道 他想再找到同样的化石 纷纷就劝导他 孩子啊 好运不可能 在一个人身上降临两次的 你就别再耽误功夫了 可是玛丽 像是认准了海滩 还有宝藏 整天在那里搜寻着 十年之后 玛丽终于如愿以偿 他居然在那里发现了 诸如纪时期的生物化石 轰动了世界 这就是我们很小的时候 看过一个报道 就是有一位科学家 发现了很多 诸如纪化石 就是在很早以前 玛丽他找出来的化石 是一样的 记者呢 当时呢 就争相地来采访 在十年的苦苦探寻当中 那么记者就问他 阿玛丽 在十年的苦苦探寻当中 十年了 到底是什么支撑着你 玛丽笑地说 当初我不认识 鱼龙化石 才会轻易给人 虽然我也会有些沮丧 惋惜可又有什么用 倒不如反思自己 见识不够 那以后我就认真的 专研学习 发现在那片沙土土质 特别很特别 可能还会有很多 珍贵的化石 果然我的判断是正确了 只不过花的时间长了一些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人生在世难免会吃亏 与其一味的抱怨 不如正式问题 从中吸取教训 学博人要明白 我们的一生走过来 我们有很多的悲伤和抱怨 和难过后悔 都是因为我们不懂 所以无名造成了我们的伤害 因为都是过去了 所以学博人再难过 也要懂得改变不了你的过去 徒增你的烦恼 学博修行 要让自己心中充满的阳光 把时间和精力留给放生 许愿念经 你为了别人 你会豁然开朗 与其沉浸在过去的悲痛和伤害里 无法自拔 他倒不如活在当下 台长希望你们自己想通想明白 记住了 当你想通想明白 法喜充满的时候 没有人能够控制得住你 因为这种法喜 来自于你 纯洁的本性 祝福婶 佐朗 坚持 晚 晚 谢谢观看